各位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Howard Chen 周三 你吃火鸡大餐 度Turkey大节之前 在Silicon Valley周三 Tesla Fremont总厂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大概华尔街的大Trader都度假去了 所以今天的交易还算平淡 主要的重点还是税改 下一步应该如何 交到参议院之后 动向值得观察 第二 当然 耶尔伦主席即将下台 川普总统重议的Mr.Power 下一步他的利息政策动向怎么样 都值得观察 市场小跌50点 非常的平静 工作 你跟我下一步的来观察 主播我进一步要来谈谈 就是这家公司 Tesla电动车 对了 这周公告他的盈余 继续的亏损 但是股票却是 Year-to-date涨了45个percent Wow 为什么反差如此之大呢 公司持续的盈余是 一分钟burn up 亏损8000块钱现金 那就是一季要burn up 14亿美元 1.4 billion的速度 之快令人扎舌 之大令人惊叹 但是股票持续涨 45个percent Year-to-date 但是你仔细观察 Mid-turn跟Long-turn 这家公司事实上 恢复到300块钱一股 主播的观察 起码有三点 工作你投资的参考 第一 这家公司 每季都持续的burn up cash 所以在在都没办法证明 它能够继续的 能够持续盈利 burn up的速度太快 所以市场并不能够完全接受 你可以想象到 一季burn up 14亿美元 实在破洞太大 第二 这家公司生产的速度 无论是Model X 或者是这个礼拜公告的电动卡车 SEMA也好 一个月要生产五千步的电动车的速度 都生产不出来 所以生产力的不足 值得市场商榷 第三 这家公司官司缠身 种族的员工控诉也好 或者是下一步 这家公司的进一步能够生产的生产力 都一样在在市场都在质疑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 持续的在一年之后要回到三百块钱一股 也属于正常 所以创新必须付上代价 代价必须有耐心 所以我们有待观察这家公司的下一步 智慧人的话语 当你过Turkey大节感恩节的时候 记得要感谢你有一份好的工作 有一个好的健康身体美满的家庭 你周遭爱的人都能够支持你 让你明天有平安有喜乐 过一个感恩的季节 常常以颂赞为祭 感谢上帝感谢周遭的人 Howard Chen 陈少豪 从矽谷Tesla Freemont总公司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愿你有一个美好的感恩节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